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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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且如来珍惜 各位法师各位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 梵王经菩萨界 先看第二十条 不行放就界 不行放就就是不放生 见死不救 先看经文 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 而杀尔时者 既杀我父母 亦杀我故身 一切地水是我先身 一切火风是我本体 故常行放生 生生受生 常住之法 教人放生 若见世人杀畜生时 应方便救护 解其苦难 常教话 讲说菩萨界 救度亡者 若父母兄弟 死亡之日 应请法师 讲菩萨界 经律 扶资亡者 得见诸佛 生人天上 若不尔者 犯轻构罪 好 先看这段经文 我们还是先分别 对文句 进行一下 学习 佛子 以前我们讲过 受了菩萨大戒 那是就发了菩提心 受了菩萨戒 那就是佛的亲子了 那以后是一定是继承如来的这个大业 成就佛果 所以说菩萨成为佛子 如果只是受了二乘的五阶八阶 比丘戒 沙弥戒 只是受了二乘的这些戒呢 从究竟意义 成佛的意义角度来说 还不能称为佛子 这是佛子的这种受了佛子戒 这种佛子的这种称谓啊 它不是普通的称谓 是一个 就像皇帝的这个皇太子一样 必定要继承皇位 是一种非常高贵的称谓 世间的这个君子啊 等等的这些世间的这些称谓 都没有和没办法和这个来相比 就是我们有人说 这个世间的人道的这个爵位 高官厚禄 我是不要的 我要的是天道的这些 这个这个天王 这些天道的这些爵位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学大乘法 实际上世间的这些 不管人道的爵位 天道爵位 那都是我们所 并不耗耀的 并不放在眼里的 我们看要看的是佛 所给我们的一个爵位 以慈心固 行方生业 佛子该怎么样呢 他应该心怀慈心 行方生之业 方生呢 我们是知道 后面我们也具体说 这个方生呢 还要以慈悲心 以这个菩 这个菩萨的体性 成为菩萨的这个名称 这个体性 它就是这个慈悲心 所以菩萨的心 它是以慈悲心为动力 来行放生 见众生遭遇 这种生命的这种命难呢 这种苦痛的时候 心有余心不忍呢 他要去救他们 解救他们 脱离这种命难苦痛 这是菩萨的这种慈悲心的体现 在放生的时候呢 这个当然也有高下了 有些是以名利心 来放生 有些是以功德心 来放生 有些就是以慈悲心 来放生 以名利心呢 这个或者说是 图个好名声 觉得这个人真是 心眼真好 真是善人 这个还花钱 人家这个看的动物 人家都花钱买了吃掉 他花钱买了还放掉 这人心眼真好 这是为了图了一个好名声 这是这个以名利心 名 好名的心 如果说是这个 也有好利的心 有利益交换的心 比如他是如果救谁一命 这个把人 这个救了某人一命 救人的时候呢 心里想 我救了他 他以后会帮助我呀 知恩图报啊 这都属于好利的心了 虽然也是善法 但是这都属于下等的放生了 或者是中等的放生 他这个以功德心 放生功德大呀 我放了生 以后这个功德很大 我这个身体好啊 福报来得快啊 这个疾病就能够康复啊 这些都是以求功德的心来放生 慈悲心 他纯粹是看的众生 不忍在遭遇 命难的时候 不忍众生受苦啊 所以心存慈悲 不忍 然后呢 这个施以救护 这是纯粹慈悲心的动机 这种属于上等的心态 所以是叫慈心故 行放生业啊 那么生起慈悲心 也有三个啊 缘起 有三种缘起啊 一种缘起呢 就生缘词 第二是法缘词 第三呢 就是无缘词 这三种慈悲呢 在这里都 经文里都有所表述 第一种生缘词 为什么要生起这种慈心 这三种慈心呢 为什么要生起来 生缘词 在这经文里表述了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 无不从之受生 故六道众生 皆是我父母 而杀而使者 即杀我父母 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的 无量节的轮转 这个的过程当中啊 曾经是各种身份都做过 上至天王 国王 这个大臣 百官 乃至下到一些平民 这个各种低贱的种族 这个乞丐 什么样的身份都做过 人云之间 众生之间 什么样的关系 父母 这个子女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同事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 都曾经 这个做过 所以说 这就是生命当中 无量节的轮转呢 这个种种姻缘呢 牵着我们啊 就像我们在大街上走路 走着走着 我们俩撞在一块了 然后再接着走 走着走着又分开了 可能又别 和别的人 可能又碰到一起了 这就是极具这种 看似啊 这种偶然性极多呀 实际上都是种种姻缘 在牵着我们 在无量节的生死当中啊 这个互为上下 这个互为种种的关系 所以既然如此 所以说每一个众生 他都可能在过去生中 做过你的父亲 母亲 乃至子女 所以说这个 这种客观的这种 知见 知识 是应该明了 那么既然有这种 这种 知见 所以说 在你看到众生 将要被杀害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想到 这个众生 曾经做过我的父母 这就是生缘 生生受生啊 出生的这种因缘呢 生缘的这种 所建立的这种慈悲 你想想哎呀 杀一个动物的时候 杀一只羊的时候 你心里想哎呀 这个羊曾经做过我的父母啊 那如果这样想 哎呀 现在他们在杀的是我的父母 如果现在你现实的父母 将被屠杀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那肯定是悲从中来啊 这个肯定心里是悲痛不已啊 可能是要施以一切办法 尽己所能 一定要把他救护下来啊 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呢 我们也要推啊 这个推几几人呢 推这种亲密的关系啊 推向这种一切众生 平等的去施设这种想法啊 呃 现实也确实是这个现实 只不过佛是以佛眼来看到 限量观察到这些 来告诉我们 我们是以信心来接纳佛的这些教导 升起信心 呃 如果以后我们就道眼 也能够限量观察 限量观察 那时候可能就更加 对这个呃 这个感同身受 就是这种体会的更加深刻一些 现在呢 信心接纳 虽然不深刻 但是要尽最大呃 这个可能 去这样去思维 地观啊 啊 所以说看到众生将被杀害啊 就想起这是我们的父母在被杀害 以此因缘 悲心升起啊 不忍众生被杀啊 于是这个悲心为动力 是以种种的方便救护 这是第一种方便啊 声缘词 第二种方面 就是法缘词 就是如经文所说 法缘词啊 一杀我故身啊 一切地水是我先身 一切火风是我本体 故常行放生 所以人这个众生啊 我们知道这个众生是由四大所组成 四大元素 地水火风这几个元素 组成我们的色身啊 我们无量节的生死以来 也是这几种元素啊 在组成就我们无量节这个生命啊 这些因为我们这个受生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所受用的这些色身元素啊 也全都受用过啊 我们所受用的这些元素 众生也在受用这些相同的地水火风的元素 所以说你在看到众生被杀害的时候 你就想他组成他的色身的这个地水火风啊 曾经啊 也组成过我啊 以前的地水火风的色身 我他的这个色身的这个元素 我都受用过啊 所以呢 看到他看到他的色身被杀害 他的地水火风被杀害 就相当于我的地水火风 我以前的这个色身在啊 被杀害 所以说一切火风是我先身 一切地水啊 火风啊 是我先身 是我本体 以前曾经受用过的这个色身 所以以此因缘 看到众生被杀害 想起这是我的色身在被杀害 以此因缘产生慈悲心啊 同体感 这是第二种因缘 第三种因缘呢 就是无缘词啊 无缘词啊 在经文上表述 生生受生 常住之法 虽然我们啊 这个无量节这种受生啊 生生死死 无量节的受生 生生受生啊 但是呢 他其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 常住不便意的啊 法在里面存在 也就是我们的佛性 法身是常住不便的 虽然有种种的生生受生 这个种种的生灭变化的色身 种种的因缘啊 生灭 但是呢 我们其中有一个不便意的啊 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个不便意的一个本体 一个啊 常住法身啊 而且常住法身是同一体性 所以啊 关照的 关照到我们众生有同一个永恒不便意的这个体性啊 所以说这个同体感了啊 同体大悲啊 无缘大词 这就是因为是同体的 就不记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呃 关照任何的呃 因缘关系 不需要借助这种法原词 生缘词的这种关系 关照 不需要啊 既然是同一体性的呃 杀害伤导任何一个众生 就如同伤害我一般 因为是同一体性啊 这是法原词 以此三种因缘呢 生起这种大慈悲心 见众生呃 遭遇命难苦痛 我要救护 所以呢 不但是自己生起这种慈悲心 救护众生 而且还要教导别人去救护众生啊 自救 教人救呢 那都是功德同样的啊 你这种三种慈心 三种慈心也要开示于人啊 所以具体说啊 就是若见世人杀畜生时 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 虽然一切众生遇到命难都要救护 但这条戒主要侧重于指啊 遇到畜生将被杀 侧重点在畜生将被杀害的时候啊 我要施以啊 救护解脱他的苦难 呃 前面这些呢 都是说救护众生的这个呃 这个命难呢 以下这这个两条两句话 主要说的是这个往生 对往生者 对他的一种超度啊 下面啊 讲 常教话 讲说菩萨戒 救度众生啊 教话讲说呢 就是劝导众生啊 讲说 请戒师啊 来讲菩萨戒啊 常教话 讲说菩萨戒啊 以此因缘呢 众生听到菩萨戒 那就是获得救度 来救度众生啊 常常教话 救度呢 救是指拔苦啊 度呢 是指啊 娱乐啊 若兄弟 父母兄弟死亡之日 应请法师啊 讲菩萨戒 经律 福资亡者得见诸佛 生人天上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些和你有缘的 父母亲属兄弟啊 这些这个眷属啊 乃至这个 这个师长啊 弟子啊 这些有亲缘关系的啊 责无旁贷 必须你来照顾的啊 生的时候呢 需要你来 呃 效养 来帮助 死的时候呢 需要你来 呃 安葬 呃 抄拔 你有这个责任啊 所以说尤其面对这些 呃 那你在他死亡的时候 一定要请人啊 请法师 讲菩萨戒 以讲菩萨戒的这种功德 回师给他 回向给他 那他得到这种 这种 讲菩萨戒这种功德啊 就能够灭除罪业 呃 获得超把啊 是这样一个意思 因为这个讲菩萨戒不是 他他死了 我还给他讲菩萨戒啊 不是 不是给他讲的 所以重点是指 啊 以讲菩萨戒的功德 回师给他 啊 当然呢 这是呃 这里是在讲菩萨戒 所以说呢 侧重以菩萨戒的功德 来回师啊 给王者 呃 做其他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呀 这个诵经的功德 念咒的功德呀 呃 其实都是可以回向啊 都是可以 令王者呢 得到这种福业啊 叫福资王者呀 这个福业就能够滋养 资助啊 对他的虔诚啊 有一个资助性的作用 因为他得到这个福 这个福业啊 就能够呃 这个免除 堕落三途的这种果报 就能够常常生到疑似因缘 常常生到人天道中 在人天道中呢 才能够见佛文法啊 才能够以后这个究竟啊 得度生死 这样一个意思 若不而者犯清过罪 这个若不而者呢 就总结前面啊 第一呢 如果见众生 有这个命难啊 你不慈心去救护他 这是啊 一个若不而者啊 第二 见到眷属死亡的时候 而不悲悯 去超度他啊 这都是若不而者的犯畴 如果不这样的话啊 那就犯清过罪 还有这两种含义啊 这也是据这个 这属于遮掖 遮掖呢 有四个因缘成为罪 这个四缘成罪呢 也是很重要啊 这个要了解这个四缘 你才能知道 呃 居足这个条件 差一个条件啊 不到 那都是不能够究竟成这几条罪 只是说方便罪啊 四缘居足才真正成罪 第一就是众生啊 苦众生 也就是众生遭遇这个命难 这是苦众生 包括畜生道 人道 一切众生啊 尤其侧重在啊 畜生道啊 第一是苦众生 第二苦众生想 你也确实现前明了 这是一个苦难的众生 遭遇命难啊 第三无慈心 面对这个苦众生呢 你心中一点慈悲心啊 慈悲想救护他的心 没有啊 没有这种心啊 他受他的苦 我照样哼哼着我的小群 跟我没关系啊 这跟这个就是没有慈心啊 没有慈心救护 第四就是做事不救 没有慈悲心的结果 就是不理不睬啊 他被杀是他的事情啊 这个我们呃 这个修修行大乘法 休息久了呢 慈悲心越修越深重啊 这样呢 这种这个趋势是应该是对的啊 越修越深重慈悲心 见到众生受苦的时候 你就感同身受 好像自己在受苦一样啊 不能说我如如不动啊 如如不动不是你的境界 你这个现在如如见到 众生受苦如如不动 那你就是罪过之事 就是没有慈悲心的一种啊 表现啊 看别人突然生病了 突然摔倒了 突然在在那的那个受苦了 啊 你好 你还在那谈笑风生 不理不睬 这是没有慈悲心啊 所以这个不学佛的 我们在就是在菜市场上 看到这个是这个杀生那些人呢 呃 这个这个 把青蛙拿过来 拿刀一刀剁下去 两条腿就断掉 这好像就是一个剁白菜一样 呃 他看他一很麻木 一点感觉都没有 呃 你要学佛呢 那可能看到 看到众生的两条腿被剁掉啊 你肯定就就感觉很痛苦 呃 感觉很悲悯 呃 也可以观想自己的自己的身体被别人拿 被另外一个人抓着 一个巨人抓着 两条腿拿刀一下剁掉 你想想什么感觉啊 由于你可能这个这个青蛙在那不会发声啊 不出声啊 但是他痛苦啊 你要体会他的心声啊 增加增加自己这种慈悲心悲悯心啊 所以这个见到呃应该救的啊 不去救度啊 这个心中的一点慈悲心救度的心没有 坐视不理啊 而且是你有能力救还不救 那就是结罪 如果说是这个啊 这个是你没有力量救嗯 呃 这个或者说是看到这个呃 这个这个自己没钱啊 没没没有力量救啊 或者是有钱人都不卖给你啊 没有力量救 这都是属于没有力量救 或者杀的太多了 到处都是一大堆 你根本就无力能能帮助他们啊 没有力量救 这时候呢 你至心为他声念国名 祝愿回向 呃 这个都是可以开源 就是你有力量救 而又不救护 这就犯罪了啊 那这给他受受三规一 给他说法 这都是呃 可以 那么我们也确实辨析一下啊 这个就是看到众生 遭遇命难 你有力能救 而不救啊 所以呢 其实我们也常常去去去去 呃 在市场上转的 或者是碰到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杀生的事情啊 很多呀 那市场这么多众生在被杀 我虽然看到了 我是没有力量救啊 那那少少量就能不能救啊 少量就还能救点 但是因为我大量都都不能救 那我算了 我以后就一个两个也没啥用呢 哎 算了 不救了 这样想也不对啊 这个因为太多不能救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不犯罪 发慈悲心 祝愿心啊 为他受 为他们受三规一 啊 这个都是可以啊 不能够因为太多了 我不能救 我就全然不救啊 也不能就是因为这个众生遭遇命难 应该救 那我每天也不干啥事了 每天就就到处奔走 我就非得把这个菜市场全给关门了 哎 也不能是个站啊 也不要走极端 中道一些就可以了啊 当然也有说 这个有人呢 是看到我们放生啊 有时候放的不圆满啊 没有没智慧 选择地点呢 不不加 本来那里有两条好多鱼 你非放个巴西龟 全给咬死了 啊 这个没有智慧 乃至是破坏生态环境 啊 乃至是放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不注意 这个这个可能是都是家养的啊 一些小动物 你就全给放到水里了 或者森林里边了 可能放那儿就就马上就死了 啊 疑似因缘呢 就是很多众生受到伤害啊 虽然发心很好 但是 这个啊 这个知识啊 这个太知识少啊 思虑的太少 嗯 智慧少 所以说放的不圆满啊 见到这些现象呢 有人可能就会批评 哎呀 放生啊 放生都都都给放死了啊 所以是都非常批评放生 否定放生 其实这种呃观点呢 也不好啊 因为放生啊 它还是有几个利益 第一呢 救护众生 现前的这个生命啊 啊 这个苦难 这是第一个利益 第二个利益 给他这个念诵经咒 结未来得度的这种因缘 啊 第三种利益呢 也能够通过放生 来掌养我们自己的慈悲心啊 成就我们的菩萨道 所以他的利益是多重的 所以即使你呃 这个想的不周到 有点草率 不圆满 他实际上现前放的 没有真正的放活 但是你只是一项利益不圆满 其他两项利益还在 而且是什么呢 你放那儿他自然死亡 总比你你你你放油锅里 被人炸死 或被刀砍斧舵 要好很多呀 总之还是好一些 所以说对这个客观 我们这样一思维啊 我们还是提倡护生 也提倡这个智慧的啊 放生啊 但是呢 呃 虽然提倡 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肯定要朝这个方向 努力去做啊 这个不不管做到 不论不论做到多么 做这个这个智慧啊 做到哪个层面 那我们的智慧还是有限的 也不一定每次放生都圆满 也不一定放一百条 就活一百条 就不能死一条 也不也没那个水平啊 还有众生的姻缘在啊 别别说我刚放了后 后边被别人又抓去了啊 这是他这个这个 他就这个命啊啊 他就这个命 刚给给他一次活的机会 他就活不下去 那那没办法 那就是死的姻缘了 尽己所能啊 智慧圆满 这就可以了 所以说放生还是提倡啊 更加提倡智慧放生啊 常行护生 所以不能因为啊 这个放生不圆满 就全然否定放生啊 这个也不能因为哎 给他中个原因就行了啊 草草率率啊 这个随意放生也不行 走中道 所以我们对文具进行啊 梳理是这样 那佛子呢 应该以慈悲心 常行放生之夜 原因呢 有三 第一呢 六道众生在无量节生死轮回当中啊 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啊 故杀一切众生 皆是我 皆是杀我父母 第二呢 我于一切众生之身 皆由四大 讲和而成 因此一切众生之四大 皆曾做过我身 是故杀众生身 即是杀我身 第三众生 生生轮转之当下 更有不生不灭 常存不辨之德 性德啊 性德是一啊 其体无二 是故 其同体之慈悲心 不但自己放生 还要教导别人放生 如果见到世人杀害畜生时 应当以种种方便而救护之 并解脱苦难 除此之外 还应常常教化众生 讲说菩萨界 以此来救度众生 尤其在父母兄弟等眷属死亡之时 应请法师讲菩萨界经历 以此功德 讲经功德 毁尸给他们 令其转生到人天道中 常能见佛文法 菩萨若不如此救度众生的话 就犯清过罪 基本的文句的含义是这个 其核心的义理 就是菩萨在见众生 遭遇命难的时候 应极力救护 令其脱离苦难之敌 如果有因缘关系的这些眷属 当其死亡之日 为其超度往生善道 这是两个含义 两个含义 一个生者 一个亡者 若不而者 犯清过罪 有这个因缘关系的 就是责物旁贷的亲属关系 这个乃至师长弟子朋友的这种关系 也应当随力发心 所以这条界呢 它是和前面有一条不看病界 和这个相比 不看病界呢 侧重于在人道的众生 当其遭受种种的贫困 灾难 病苦 这些苦难的时候 我要救护他 帮助他 这条界呢 还是侧重于在对畜生之类 当他遭遇命难的时候 我要这个救护他 这个眷属这些亲缘关系的 等他往生的时候 死亡的时候 我要超度他 侧重于在这方面 出家菩萨 在家菩萨 同样都得遵守 不得开源 这是这个不放生啊 不救护众生这些界 我们再看第一 二十一条界 称打报仇界 报仇 看经文 若佛子不得以称报称 以打报打 若杀父母兄弟六亲 不得家暴 若国主为他人杀者 亦不得家暴 杀生报生 不顺孝道 尚不续奴婢 打拍骂辱 日起三夜 口罪无量 旷故作欺逆之罪 而出家菩萨 无慈心报仇 乃至六亲中 故报者 犯清够罪 报仇 若佛子 不得以称报称 以打报打 以称报称这是报仇的一个总体概括 总体特征就是以称报称 以打报打 以牙还牙 别人称恨我 我就抱之以称恨 别人打我 我就抱之以打别人 别人骂我 我就以抱之以辱骂 去还别人 一报还一报 这就是报复的一个现象 以牙还牙 牙子必报 当然了 对方打我 我骂别人 对方侮辱我 我偷别人家母鸡 也是报仇 同名以怨报怨 这都属于报仇 以怨报怨的几个范畴 变个形态 也是以怨报怨 变个方式也是 若是对方呢 这个打了你一巴掌 你给他一块烧饼吃 打你一巴掌 你给了一个甜枣吃 给他一个甜枣吃 这是以德报怨了 就不是以怨报怨了 以德报怨 倒是这个修行人所提倡的 就以德报怨 当然如果你是出家师傅 对方是个居士 他给你顶撞你 给你争执 最后你气不过 你给他顶礼一拜 这个不是以德报怨 这还是以怨报怨 还属于报仇的范畴 这是以怨报怨 如果杀父母兄弟六亲 不得家暴 国主为他人杀者 亦不得家暴 这是举重 旷清 这个父母之仇 不共戴天呢 这个所以有人杀害你的父母 那你是一定要报的 这是世间常法 你们国家的这个国王被人杀了 那这个报仇是尽忠了 这也是世间常法 应该报的 所以这么大应该报的仇 这么应该报的仇 这么不报 于心难忍的 这个仇 都要都不得报 这个菩萨界限都要求不能报 何况其他的小仇 这个仇很难释怀的 父母之仇 不共戴天 这个仇很难释怀的 看到他就想 这个杀害他 脑害他 就看他就不顺眼了 那就是 所以说这个这样仇都 这样仇如果在这个菩萨界上 都不得报 那其他的仇都不算是仇了 其他仇都不是个事情了 举重旷清 这么重的仇都不应该报 何况其他的小仇呢 这是菩萨界的精神 世间法 他就很难理解 这是一个站在 无量劫的生死长河的角度 无量劫的轮回 辗转不息的角度 菩萨大道的一个角度 来关照生命 才有得出这么大的心量 才有 为什么不报 是因为杀生 报生不顺孝道 你的父母被杀了 你再把他的父母给杀了 以此杀生来报答众生 报答我的父母的恩德 这种报仇的方式来报恩的 这种方式是不顺从孝道的 和以孝道不相应的 这不是行孝 为什么这么说 父母之仇不得报 这是不顺孝道 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从佛门 这个长劫轮回的角度来说 这个父母 人家杀你父母 那是一定有素食的因 一定素食有恩怨 所以说才遭受这个杀害 如果说你现在再把对方的父母 再给杀掉 那又为你的父母的未来 又种下一个互相冤冤相报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 使你父母的未来 又可能又遭受对方的杀害 所以说这就不是和孝道不相应了 不是孝顺你父母了 这是让你父母将要 未来被杀 中一个原因 这不是孝道 是从长劫的生死轮回的角度来说的 所以这和世间善法 它世间法就不同 所以这是杀生报生事和孝道是不相应的 并不是孝道 这是举重矿轻的一种说法 举去最重的来抵矿最轻的 这么重的仇作不报和矿轻的呢 下面又有一个举轻矿重 上不去奴婢打拍骂乳 日日起三夜口罪无量 这举轻矿重 而上且不去奴婢 家里奴婢是很轻贱的 一般在家里都会遭受主人的喝骂 责难乃至打骂都会鞭挞 这是奴婢常常都会遭受这些待遇 都会有这些待遇 所以这些也算是一件常试了 对于菩萨而言 这么小的过恶 这么小的恶行都不去做 何况这么还要报仇呢 这是举轻矿重 出家人而言 奴婢是不得续的 是不能续奴婢 在家人虽然可以续奴婢 但不能非礼的去打骂 所以这是表达出家人 菩萨的这种慈悲 奴婢都尚且不打骂 何况还报仇 伤害众生 这个比较 况故作欺逆之罪 这么小的罪都不去做 怎么可能去做欺逆之罪呢 为什么这里说是欺报仇 把报仇说成欺逆之罪 这就是 就像偶尔大师引用孟子所说 杀人之父 仁义杀其父 杀人之凶 仁义杀其凶 去自杀为是一奸 所以你杀别的父亲 那就会感召别人会杀你的父亲 你杀别的兄长 就会感召别人一定想法设法 把你兄长杀害 他这个是 所以这个就和什么 你杀别的父亲 就和杀你自己的父亲 差不远了 和你自己杀你自己的父亲 是一样的 只差这个隔壁 只是隔壁而已 隔壁邻居 所以很近 所以杀别的父亲 相当于杀自己的父亲 所以这叫欺逆之罪 所以这样来判欺逆之罪 这么小的 打骂奴婢的小事 小恶行都不去做 何况做这么深重的杀害 这个父母的这种亲义之罪呢 是这样一个比较 举重矿青 又举青矿重 下面又说 而出家菩萨 无辞心报仇 那么这里接至出家菩萨 没说在家菩萨 这出家菩萨 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意显 这个在家菩萨 还可以在遭受别人侵害的时候 或者父母兄弟被杀害的时候 还可以用枉法 用法律的手段 以直抱怨 以直抱怨 抱怨你家人被受伤害了 或被杀了 我报官好不好 我直接报告派出所 派出所就凭法律来公断 法院来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处理成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这就是以直抱怨 我只是用法律手段告一下 那下面具体怎么判 跟我没关系 我不会就是说 我在行贿赂 我给法官行贿赂 我给这个 看监狱的警察行贿赂 让他好好地给他加重刑法 我给法官行贿赂 让他判一年的 判十年 判枪毙的判绞刑 如果这样又成报仇了 这就不叫以直抱怨了 还叫以怨抱怨了 以直抱怨 就是只是报官而已 平官 处断 这是以直抱怨 这是在家人 还可以这样以直抱怨 但是不是提倡的 不是提倡 你受的伤害 一定要告官 跟人打官司 不是提倡 而是说 可以报官 平官 处断 可以这样 而出家菩萨 那是一断断不可的 出家菩萨 打你左脸 你右脸伸出来 再打一下 这个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这是出家菩萨 戒律的精神 是修忍辱的 所以在家菩萨 也应该提倡 向跟出家菩萨来学习 同样 但是以直抱怨 也是不犯罪 也不犯罪 所以这有以怨抱怨 以直抱怨 以德抱怨 自己体会 无慈心报仇 这个无慈心报仇 这个报仇 他肯定是没慈心 这个一个是对当前 被脑害的众生 你一定是脑害 脑恨他的 这个你一定想伤害他的 这肯定是无慈心 同时你对你这个 你杀他的父亲 他要杀你的父亲 对你的父亲而言 也是没有慈悲心 那是无慈心报仇 乃至六亲中 故抱着 乃至你为了六亲 而报仇 这个都是这样子 到时候就是犯轻过罪 无论为了谁来报仇 都是不行 这是分别解释 也是幸遮二业 既伤害现前的这个慈悲心 同时又结了未来的这个愿队 结结怨呢 所以有五个因缘 五个条件 成为成罪 第一是愁 这个确实是有愁 第二呢 有愁想 你也是认为有愁 这里边呢 就分析一下 如果确实是有愁 你也做有愁想 乃至你怀疑 可能有愁 这样而行 称心报复 这是犯下等的轻过罪 如果实际上是没愁 你认为是有愁 有愁想 有愁疑 这是犯上等的轻过罪 总之 你认为有愁 这是犯轻过罪 如果你认为没有愁 你还要称心报复别人 那就犯重过罪了 这就是地级有条仲介所设 总之你要认为有愁 这个乃至有愁想 有愁疑 他就会犯轻过罪 报仇的心 第三呢 是报复心 别人伤脑你了 你有伤害对方的报复的心 这就是 有这个心生称脑 想打骂 伤脑对方 第四行称报事 以称心为动机 为动力 来报复对方 确实做了这件事情了 有这个报复的心 又行了这个报复的事情 这个在家菩萨 这个以直抱怨 这个凭功 凭官来 来处断 这个呢 没有私心 还没有点 没有私情 这个不论官府 把他 这个官入大牢了 也就枪毙了 这个都不犯 这个如果说你是行了贿赂了 过分处置 随一一刑法呀 你都是会犯轻够罪 最后杀生害命了 你就还是犯杀生罪 这都是这个行称报事 第五 钱人领纳 这个被被你报复的人 接受到你的报复了 接受到你的报复 这个有些是现前接纳 有些是接受了报复呢 还不知道你已经报复他了 比如背后你给他穿个小鞋呀 背后你在领导面前汇报他一个 一个过失 说他一个过 这个说他坏话呀 你也报复了 你也报复了 他还不知道 但是你已经报复了 所以说这已经也是报仇 所以这报仇也是范围很广 总之还是要在行为上 语言上有所表示 光有信念 想有报仇的信念 这还是犯方便罪 付诸于行动 对方接纳到了 那付诸于行动 这就报仇了 所以说报仇有大有小 这个仇恨之心呢 人皆有之 观照自心 不要报仇 这个辩新一下 有人说呢 我这个报复啊 我是好心啊 我这是对他好啊 不是恶意啊 比如说有一次 这个这个有个朋友开车 开车呢 后边来了一辆车 我很无意的憋了他一下 憋了他一下呢 他就很很生气 加油门追上 追上就一阵 把那车往路边挤 最后挤的那个 那车无路可走的时候 这个很别扭了半天的时候 他高兴了 畅快了 扬唱而去 然后随后跟我 我跟他说 不能这样 他说 我这是对他好啊 我这是教育教育他啊 这是对他好 这不是恶意 我是对他好 默然 实际上这就是 肯定是称心 肯定不是慈悲心 首先这个信念是这样 而且对于凡夫而言 就是不要报复 这个凡夫 你就接受这个戒律的教导 你依照戒律去做就对了 违背戒律 那一定是没问题 有有问题 你也不是菩萨大士 可以以种种的恶法来 来利益众生 你也没那个本事 所以说老老实实尊行 遇到伤脑 常行宽容 不要跟别人计较 争斗计较 乃至损脑众生 你以为在教育别人 实际对方 只是称恨心 只是接未来的愿 即愿队 只是接愿 不可能 他还反攻自省 感谢观看